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球似乎裁判好像并没有算 要再来看一下刚刚这球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上半时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停补时阶段 进球有效进球有效 一米半平比分进球有效 再来看一下 这球给出来之后 骑马的位置 来看看这一球 骑马打门 抽签了 一米七马半平比分 这样骑马有更多的空间来看看这次 骑马在发球区内 在这个位置上 坚硬的身位啊 相对来说更有优质一些 拿球之后直接的起脚大门 1比1的比分 来看许东这边手包球直接给过来 李帅在发球区外拿球之后 看看这边再交给许东 左脚往里给后点 看看投球的攻门 球尽了半平比分 这边边才看看 骑马 再来看一下 许东 看到了骑马的位置 这一点其实前点有曹康 后点也有骑马 投球的攻门 直接顶向了球门的 死角的位置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 对于门将侯语来说 不仅仅侯语 对于很多优秀的门将 都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个位置上 角度非常刁钻 如果你尽全力去扑却的话 启动的廖成坚 一对一 面对张鸿江 传到中路 骑马的零空冲射 大门 球进了2比1 围开二度逆转比分 骑马这场比赛的表现 非常的漂亮 刚刚这个进球 也是右路这边 廖成坚直接的一个传球 骑马在 背对球门的情况下 不停球 选择了直接打门 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这里进球 右路这边 传球这边 虽然在这个位置上 刚刚杨文吉 应该是本营先顶上去的 但是由于骑马 刚刚的跑位 一直在杨文吉身后 这球传过来之后 球到人到 恰到好处 直接一脚打门 走啊 好球 好球 下底 传中传起来 看看这些 后点骑马 又来一脚 短短一分钟 两支球队 你来我往 你方唱罢 我登场 就是这些啊 以后叫大门 很冷静 横扫过来呢 结果 真心的后防线 弄得干干净净 谁都没够着 脚下一颗之后 转移过来 中路这边 维克托 塞进来之后 骑马 看有没有 打门的机会 这脚打门 球进了 全杀 90分钟 骑马 这次 无业位 C6FC这边 前场的左侧 还是选择交给拉金 这脚45度 给进来 投球的空门 骑马 球进了 2比0 这次是 阿金和骑马之间的一次 直接连线 再来看一下 阿金45度给进来 骑马的位置 并不约位 能降出击 但是并没有碰到啤酒 骑马在前点 投球空门 这球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球没有任何的问题 譴下 赵报 监马 看这球给到了前点 混战当中 起码门前捡了这条大门 球进了3比0 前锋关 本赛季起码在中间联赛当中 隔着进球数也来到了七里进球 再来看一下 杨磊这球给过来之后 第一点没有拿到紧急着再向前的一个输送 混战当中在后点 起码必得射的良机 直接上前右脚的推射 一气呵成 起码进球后的这个庆祝动作 侧空翻加前空翻 难度系数5.0 射门的这个角度 封的也比较好 来看看杨磊的这个角球 比赛的第66分钟的时间 小球给出来 门前的位置 投球这一天 球尽了 起码 课长球迷不过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球落到了一个空当的位置 再来看一下 通过这个角度来看 哦 起码的头部顶到了第九 杨磊的这次小球 要直接去找巴巴卡这一点 虽然说第一点让曹康拿到了 但是紧接巴巴卡 这边来看看黑龙家FC的反击 骑马A1人单枪匹马杀入进军内 1-3 这球大净了 而且还打穿了刘国伟的小门 围开二路 伤警不失 再入一球 完成绝杀 这次的反击源自于 郭靖的一次重场的失误 后方先生的警卫处理也并不及时 骑马来到华球区里之后 这次的打门还是非常冷静 观察到了刘国伟的这个动作 观察到了刘伟伟的这个动作 并不及 这样一来的话 在这场比赛当中 郭奥特再想半逼比分就变得非常难了 上进50的时间 还有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不到一分钟 杨龙起球 想找阿金 来看一下 进去里面 再往里给 来看一下这个球 扫到门前 哦 楚库 迅速地怀疑颜色 27号 丹尼尔骑马楚库 从这个 这一粒进球来看 楚库的这个跑位 还是非常出色的 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双方就 各有一粒进球入账吧 这球队的左前卫 25岁的李帅 从人群当中 把这个球送了出来 楚库右脚轻轻地推射 沐显宇这个 已经没有办法了 13分钟 黑龙江在前场 完成了抢断之后 陈立明 没有贪攻 将球直接交给了 根基的楚库 楚库 晃开防守之后 将球直接打进了 球门的右下角 这一次的 一连串的精彩的 快速推进 也是体现出了 黑龙江的特点 在中场处理球 稍显犹豫遭遇丢球之后 美洲客家也是并没有 吸取教训 在比赛的第39分钟 杨磊在中场完成 抢断之后 没有贪攻 将球分给了楚库 楚库这次进入禁区 冷静失射 将球打进 这是这位来自于 尼尔利亚的中锋 本赛季的中甲联赛的 第13个进球 也是目前 黑龙江阵中 进球输最多的球员 不应该成为 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